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十月四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今天新聞一開始先來看的是 巴拉馬籍的沙石船瑞星號 昨天在基隆外海發生的船難 海巡署今天再度巡獲了兩名淋難者的遺體 其中一人確定是台籍的船長 所以目前已經確定有六人罹難 還有四個人失蹤 那麼為什麼天后不佳還要出海呢 今天傳出在事發之前 基隆港務局曾經驅趕瑞星號 才會造成這樣的不幸 不過交通部今天出面否認 而負責管理的船公司 則不願意正面的回應 只強調絕對不可能 為了省幾萬塊錢的陸港費用 冒險要船隻出海 巴拉馬籍沙石船瑞星號 船身斷城兩截 擱淺在基隆大五輪岸邊 周二上古海巡署再巡獲兩名罹難者 其中一人確定是台籍船長郭台生 到現在已經有六人不幸死亡 還有四人失蹤 但令人不解的是 瑞星號怎麼會在天候差 海象也差的黑夜中出海 釀成嚴重傷亡呢 家屬質疑船是被基隆港務局驅趕 不讓他進港的 基隆港務局出面澄清 強調絕對沒有這種事 始終沒出面的船公司代表 下午終於現身在新北市萬里區公所舉行的緊急應變會議上 事實上失事的瑞星號隸屬瑞城公司 目前由瑞融公司代為管理 到底船使離基隆港是不是被驅趕的 船公司沒有否認卻不願爭免回應 但強調絕對不可能為了省下幾萬塊冒險把船開離港 除了人員傷亡的相關賠償 船公司也必須負起污染清除責任 船公司表示 如果明天天氣好轉 會先派潛水人員去了解 到底船上還有多少剩餘油料得先處理 同時也會雇用當地居民來除屋 預計要花十五個工作天 另外船海的部分可能要等到東北季風減弱 因此預計在明年四月才能進行移除 記者綜合報導